我的天,一辆电瓶车就价值1700万,就是把我卖了也赔不起啊,不可能,他一定是骗我的,此外卖老你少吓唬我,这世上怎么可能会有那么贵的电瓶车,我不相信 不相信是吧,我给你看样东西,这是我这辆电动车的购买发票,还有发票号,上面的购买价格就是1700万,一分也不差 哎呦喂,你这张发票一定是你伪造的,一定是你为了敲诈我事先准备好的,不管你怎么说我都不会相信的 信不信有你,如果你不愿意照价赔偿的话,我会找最好的律师起诉你,你就等着法院的传票吧 唐姐,这个家伙没说谎,这张发票确实是真的,上面的印章跟我们叔叔公司的一模一样,不可能是假的 哎呦喂,我会吧唐弟,那可怎么办,那么多钱我也赔不起啊 我去,小兄弟你可以啊,竟然骑着1000多万的电动车送外卖,你简直是神豪啊 嘿嘿,小意思而已,你们先进去救人吧,我来收拾他们 好,多谢小哥了 送外卖的,我叔叔是天成国际集团的总经理,你看能不能给他一个面子,这件事就这么算了,我们互不追究行不行 互不追究你想的美,你的意思是这1000多万的损失让我自己承担吗 你这算盘打得也太好了吧,我是不会同意的 我给你脸了是不是,也以为自己有几个臭钱就了不起 如果不识抬举,我分分钟就能让你破产信不信 不信?你以为仗着有个当经理的叔叔就能为所欲为吗?如果今天不赔偿我的损失,你别想离开 哎呦喂,我就不赔钱你能怎么样,要钱没有,要命一条,有本事你就杀了我吧 耍赖是吧,既然你不愿意赔钱,那我只有让能赔钱的过来 魏晨秘书,帮我调查一下天成国际集团总经理的资料 老板已经调查出来了,天成国际集团的总经理叫梅仁星,年龄54岁,家族资产10个亿左右 没人心事吧,他侄女把我的电动车给砸了,还扬言分分钟让我破产,你知道该怎样处理吧 好的老板,我马上通知他去见您 哎呦喂,真能演呀,就凭你一个小小的外卖员,还能命令我叔叔来见你,真是不怕风大闪了你的舌头 你知道天成国际是什么样的存在吗?那可是全华夏有名的上市公司,捏死你的外卖员就跟你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 我劝你最好实施误点,别把事情搞大了,不然对谁都不好 是吗,我最讨厌的就是别人威胁我,既然你不赔钱,那我们就把事情闹大了也好,刚好让能解决事情的人过来 唐姐,他那辆电动车真的值一千多万,那是国际上很有名的奢侈品品牌,这样的人咱们惹不起,要不然还是把钱赔给他吧 谁说惹不起,咱叔叔可是天成国际集团的总经理,对付一个外卖员还是手到擒来的,等他来了一定给这个外卖员好看 好吧好吧,毕竟一千多万我们也拿不出来,不如死鸭子嘴硬,一条倒走倒黑吧 哎呦喂,叔叔你怎么来了,你来得刚好,这个送外卖的一直欺负我,叔叔你可要为我出头啊 你这个混账东西,真是瞎了你的狗眼,什么人都敢得罪 哎呦喂,叔叔你干嘛打我呀,他不就是个臭送外卖的吗,你竟然为了一个外人打我 我打你都算轻的,你这个有眼无珠的狗东西,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他可是信誉集团的大老板,我们天成国际集团能够在中海站稳脚跟,就是靠着和信誉集团搞好合作关系 中海上层社会的人都知道,信誉集团的老板喜欢低调,没想到你这个白痴竟然惹到了他,还真是嫌自己命长了 叶先生您好,我叫没人心,是天成集团的总经理,我这个不长眼的侄女得罪了您,还请不要跟他一般计较 没总经理是吧,久仰久仰,你是来帮他出头的吗 不不不,叶先生您误会了,在您面前我怎么敢造死呢,我今天来是为您解决麻烦的 胡凤梅,赶紧跪下给叶先生道歉,如果对叶先生造成了什么损失,立刻赔偿 凭什么,我可是高贵的有钱人,凭什么给一个送外卖的臭乞丐道歉 而且我只是拆烂了他的电动车,他居然跟我要一千多万,这不是恶人吗 还不道歉是吧,是不是非要我打烂你的脸你才服气 别打了叔叔,我道歉我道歉,对不起叶先生,是我狗眼看人低得罪了您 我知道错了,我这就回家卖房子,下午五点之前一定把赔您的钱给您打过去 求您饶过我这一次吧 叶先生,既然我执你愿意赵家赔偿您的损失,您看这件事能不能就这么算了 行吧,这次我就当给你个面子,如果再有下次绝不轻饶 多谢叶先生,我向您保证不会再有下次了 叮,诉诸此次外卖订单失败,罚款一千亿 叶先生,优优独播放